總預算擋了190幾天 不對 還要再加上去 為什麼 中央政府總預算 跟中央政府附屬單位 那其實應該是一岸 過去他把它分兩岸 以前他們習慣性把它分兩岸 但其實是一岸 結果這就是一個package的東西 結果你把它分成兩個 然後你說只擋了190幾天 不 其實從6月中旬總預算的前面 那一個中央政府總預算 經常門跟這個報紋過了 後面這個我們繼續要累積下去 因為它是總預算同一個案子 而且我必須要強調的就是 以前連戰再怎麼恨陳水扁政府 再怎麼恨民進黨政府 他到最晚拖過一次 就是到12月31號晚上 他還是讓你過 就是說1月1號開始要執行 新年度的預算 他最後擋到最後一刻 頂多給你刪掉11% 他還是讓你過 連戰兩次跟阿扁總統選舉輸去 你不一樣 不管怎麼樣 他要去拿旁邊 講起來好像還有一點理由 蔡英俊你跟民進黨政府有仇嗎 你跟台灣人有仇嗎 你當黨主席開始到現在 不是啦 他民進黨有收啦 你當民進黨啊 是啊 不管 你在看 197天那是總預算的 經常門的部份 後面這個副主單位 他已經算了兩百多天了 你看看 剛才這個 他說帶外省第三台的張先生 他說他看的什麼 郵代這樣亂奧 其實你說你現在說這個 你看他這個飲食費 這個就是亂奧 徐紹平是國民黨黨團的書記長 他怎麼亂奧你知道嗎 他說開飲食費要做什麼 開飲食費就是要來處理 急迫性的法案 急迫性的 所以剛才主持人剛才你說 第2案沒有 選總統的嗎 中選會 第3案 選總統的 第4案 選總統的 第5案 第11案 第11案 國民黨要喊的 這都有急迫性的 這都有急迫性的法案 如果民進黨的 白白也是跟選總統有關的 民進黨就提議說 這個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 這個是不是跟選總統有關的 譬如說你政黨的財產 幾個百年是要存聊天的 對不對 再來就是說他說 你這個政黨要補助好選民 那個政治獻金 要有一個上限 這也是白白選總統的 徐紹平說那無急迫性 那不可以處理 那無急迫性 他們的邏輯是這樣 再來聯奧就是 剛才主持人說這句話 我真的是 我台灣人聽到的屁股 就是說 我可以說 如果沒有七七事變 就是說 中國在七七魯郭橋事變 展開對日抗戰 如果沒有七七事變 就沒有今天的臺灣 意思就是說什麼 意思就是說 一九四五年 長期廣島那兩位元主黨 一顆是全英國去彈下去 一顆是全英國去彈下去 打敗日本就是國民黨 對不對 其實是什麼 那兩位元主黨是美國彈的 他也是剛嚴重的 我是覺得這樣 今天國民黨說這個叫釋放利多 我相信所有人可以接受一個邏輯 如果這個是利多 你為什麼半年前不給我 如果這個東西對臺灣好 你為什麼讓它慢了半年 他是不是利多要另外一位書 今天這裡聯合院報告 當然有賭利多 這個時候利多 今年這麼好 你覺得人民是你的老闆 你才會簽半檔才給老闆 總預算預算也打破了 對啊 你就應該給我們啦 這個是利多早點給我就好了 是 何況這個東西是 立法委員應該上班 應該要執行的這款 你把他們當半檔比較多 現在都準備寫今年度的決算了 是 都已經快要到決算了 預算還沒通過 搞什麼東西 那像老闆跟我們投保護費 現在說沒有這期的保護費 我禁時也會收 這樣你也可以打 bat就下一個 靠那 family 臺灣的生命力跟競爭力 被他們不斷的二殺 在這樣的二殺的事情員下 高屏打高警罪 新竹、臺中、到高雄的房地產 根據各大訟ャ 都興趣30% 臺灣六月分 出口定大的200 她的美金 臺灣在內部有 Ze Wahr 外面有陇注 還有這麼強的競爭力 如果半年前國民黨回物 這個益ன 不要黑白狼的 HO 臺灣今天會有更好 所以今天 不要說好 蕭萬長要出來救 他要救 不然叫他給他救嗎 這問是蕭萬長支持 這個有沒有擊破性 對國民黨你看他 現在擺頭請都有擊破性 卡到官司 馬英九卡到官司 趕快排一個除罪話 怕選票不夠趕快排不在籍投票 怕這個公投綁大選 明明要反公投也不敢說 趕快修改公投法 一切都跟總統選舉有關 一切都跟馬英九有關 當這半年以上更加 就是馬英九一個人的事情 徐紹平說得沒錯 臨時會本來就是 處理有擊破性的法案 所以我建議說 臨時委會開一天就好了 你就把國營事業預算通過 就可以散會了 因為這這麼多案子 只有國營事業預算 是有擊破性的 其他哪一案有擊破性 你告訴我 中選會組織條例有擊破性嗎 沒有通過 我們現在沒有中選會嗎 我們沒有修改公投法 沒有修改總統副總統選罷法 我們就不能選總統 不能公投了嗎 都沒有影響嘛 所以 只有國營事業預算 是有擊破性的 我台親民進黨 你不要以為說 明天把國營事業預算 排第一案 你後面中選會 你就給過了 我跟你說 你絕對未能給過 你就看國民黨怎麼交 你如果說國民黨 中選會還是堅持要用政黨比例 你為止 你還想要的是 你還想要的 或許 國民黨 寶貝 你今天又說 五春 都在裡面 都是東西 都在想要的 非常